这里设计的也很温馨 跟那种虽然大 但是又严肃又没有生气的房子憋起来 是很不一样啊 不过对于一个从来没住过大别墅的人来说 大嫂的房子已经很不错了吧 颜颜 过来参观一下吧 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 一晃都三年了 坐吧 上次看到你很喜欢这个画册 我就买来了 送给你 那我什么都没有为你做呢 你不是叫过我大嫂吗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不过 我跟你说 我以前的朋友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联系了 娘家又离得很远 老公呢又忙于工作 以后啊 我们可以一起去逛逛街 购个物 还可以一起去艺术馆 偶尔还可以说说婆婆的坏话 好 那你以后就别跟我这么客气了 好 老公 回来了 你好啊 欢迎你来家里 没有 我要谢谢你邀请我才是 要不要换衣服 好 那我先走了 哎 盈盈 这个 大嫂 谢谢你 别那么客气 走了 什么东西啊 不告诉你 是秘密 秘密 嗯 你们俩 秘密 我们一直都很投缘呢 挺好的 多吃一点啊 我儿媳妇说来招待你们 怕阿姨做的不好吃 自己亲自下厨呢 大嫂 你注意真好 有时间你可以教教我吗 好啊 等有时间的时候 慢慢教你 这个呀 可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 大家都有各自习惯的口味 尝试路边摊的人 怎么能一下子变成有品味的人呢 你说是吧 妈 营业很聪明的 一教就会的 没有 伯母你说的对 今天这些有很多菜 我是第一次吃 大嫂 你有时间的话 你肯教我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嗯 吃饭吧 哎呦 你可真会说话 难怪大嫂这么喜欢你 哦 对了 大嫂有没有催你们 什么时候结婚啊 不用那么急的哦 应该没有生孩子的计划吧 妈 说你这么一只问来问去的 人家还怎么吃饭啊 啊 就是啊 妈 都是成年人了 说这些会让你不舒服吗 不会 我跟西宇结了婚之后 当然会生孩子 以后我希望 我们的孩子 可以像西宇一样 这么善良 这么可爱 我们一家人 也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 是吗 是啊 大嫂听到你这么说 一定会很高兴的 儿媳妇 你看人家都这么积极 你要加油了啊 哎呀 妈真是的 我想表哥 一定会是个好爸爸 虽然我跟你还不是很熟 但我能感觉到 你是一个很顾家的男人 我想我应该是吧 如果哪一天我知道了 我有自己的孩子 我一定会很爱他的 毕竟那是我的亲生骨肉 这是大人吗 我去 喂 西宇现在还好吧 他现在正在吃饭呢 他昨天晚上受了刺激 现在变得很敏感 好好照顾他 我知道了 江妈 您放心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你之前打算要结婚的那个男人 到底因为什么分手啊 是不是因为西宇啊 妈 都过去的事了 你就别说了 哎哟 我心里就是有个疙瘩嘛 都快成一家人了 把什么事情都说开 不是更好吗 你说呢 是的 只是我跟之前那个男人 我们没有分手 而是我被抛弃了 你被抛弃了 他一开始就有老婆 我根本比不上他老婆 他老婆很能干 又出身豪门 人非常的好 最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 他离不开他老婆 他又求我 求我做他的地下情人 哎呦 这个家伙真是可恶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知道西宇不存在吗 不管西宇他是否听得懂 可你现在是他的未婚妻 我请你 说话小心一点 西宇 你没事吧 西宇